要说市场呢会思考嘛 要想到一个很重要的社会学的观点 叫做累积优势理论 这个呢是一个社会学家 叫做莫顿所提出来的 莫顿呢提出这个累积优势理论在讲什么呢 就是讲说呢 如果一个企业一个产业呢 它占了那个产业的龙头 那它呢有机会呢 因为它切占了龙头之后 可能就会有更多更多的人 因为它在这个品牌当中是很优先的是龙头 因此呢增加了大家去买这个东西的比例 或者是买这个东西的成果 这个呢莫顿的累积又是理论 可能又称为马太效应 或者是 畅销书的效应 我先讲畅销书效应 刚才讲到说嘛 如果是一个公司 如果它占了龙头的话 可能就会大家会一听到这个品牌 就会马上想到就这边买 然后上销书也是这样哦 如果要是呢 多数的人他要去买书 他会怎么样 先看排行榜当中 第一名到第十名的时候哪些 然后呢比较在前面的排行榜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它呢会占据优势的比例很高 为什么因为多数人不知道看什么书比较好嘛 他就觉得 诶那大家现在都看第一名或第二名或第三名的书 代表应该是他还蛮好看的 基本的一定的水准 所以唱销书呢 为什么有人会买吧 因为当你到前面的时候 买的人会越来越多 因为他就说 诶那在第一名的话代表说应该是表现得比较好 或是比较好看 那买的人就会多 那他在买的人多之后他又继续占据那个第一名嘛 所以第一名的长条通常都是固定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唱过那个KTV KTV有一个叫热门排行榜 热门排行榜里面的道理也是哦 你会发现他热门排行榜里面的歌 TopVerb不太会变 为什么呢 因为呢当我们去点歌的时候 我们就想说我们也要先点热门排行榜 那代表说呢 我是有follow到现在那个最新的歌曲 那那些热门排行榜他为什么一直会在热门排行榜里面 因为我们在点的时候 我们就会先从热门排行点嘛 所以这些歌里面 不一定代表说他真的比较好听 但是他就是比较常被人家点 那他可能排上去之后 就很容易就是 让后面的人继续 把这个歌呢 继续唱下去 那为什么叫马太效应呢 因为马太福音呢 里面有一章他在讲说 凡呢 他有的呢 我们会加倍给他 凡他所没有的呢 会把他原本的一起抢过来 他这个是在讲说有一个 呃 在以前一个 呃 国王 他呢 下面有三个层子 这三个层子呢 他们的能力 不一样 第一个层子呢 能力最好 第二个层子是第三个层子的那个能力很长 然后呢 那个国王就想说呢 那依据他们的能力 我们把它 我们给他们一笔钱 那他们呢 那运用这笔钱 可以让他们赚很多钱 他就依照这个能力啊 第一个 士兵他最有能力 就给他五千两的黄金 第二个呢 比较次的能力 给他三千两就好 第最后一个呢 能力很差 给他一千两就好 然后呢 这三个人呢 他们就出去了嘛 他就带他们的钱 想办法呢 可以让钱变得更多 第一个呢 比较能力的 他就想说他五千两呢 五千两的黄金 应该是可以做一些投资 或是一些买卖 结果呢 他回来的时候呢 他就把他的五千 五千的黄金呢 变成 double 就是呢 五千他又赚了五千 所以那个 国王就很开心 就说 哎 能力很不错 你能量给你的五千两的黄金呢 你就可以再 再多个五千两 那那个三千两的黄金的那个失位也是一样 他用三千两的黄金做一些买卖 那只有最差的那一个人呢 因为他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他能力很差嘛 也不知道他要赔出黄金投资 因为他怕赔光 所以呢 他就是把他一千两干嘛呢 存起来 然后到一个月到时候呢 就还是出了一千两 完全没有增加 结果那个国王就想说呢 那个 最后呢 就把那一千两赏赐给 他们就把他们的 那个 黄金回收之后 就把那一千两赏赐给 那个 能力最好的那个 士兵 那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呢 他就是在讲 马太福音里面讲到的 如果要是你能力很强的话 你的 你拥有的资源啊 或者是你占据的龙头位置是最多的 可是如果要是你能力不好的话 你反而你原本有的呢 都完全会被 取消 那这累积优势理论啊 其实我们心理学上面呢 也有做相关的实验 所以想说 那到底谁会占据这个优势呢 发现跟运气的比例是很高的 有时候不是看你的实力 是看运气 那我们心理学校的实验是这样做的 就是呢 他找了十首歌 然后呢 一组呢 有十个人 然后总共会有十组 那第一组的人呢 这个不列在这个十组里面 这个是额外的 这是一组 这个是十组的人 那他们十首歌怎么做呢 他们在想说 那这个马太效应 或者是这个累积优势理论 到底是怎么样产生的 他就让这十首歌呢 让他们去点选 就是说呢 你觉得这首歌好听的话 那就多下载一点 这十个人可以去点选这十首歌 那第一 这一组的人呢 我额外 写出来这一组的人 他们在听歌的时候 是没有办法 让他们互相讨论 或者是他不知道别人选了哪一首歌 例如说十首歌里面 你可以排你最喜欢的第一首 到第十首 好 然后这十个人呢 彼此互相是不知道说 对方选了什么歌 然后最后呢 统计出来就是 那这十首歌的排序是怎么样 好 那剩下这十组呢 不一样 这剩下这十组呢 是怎么样 是彼此可以看得到 彼此的 选项的 这十 这十组呢 这一组一组的人马 这十个人是可以看得到 别人 他选的哪首歌 后来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呢 原本第一个人选说 我觉得这首歌 周杰伦的这个 这首歌很好听 然后下一个人就说 诶那前面那个人觉得 这首歌很好听 代表应该有他好听的原因 然后呢 这个 这十组里面的某一组 我用某一组来讲 这十个人他就想到说 彼此互相影响 就会发现 他们呢 从第一首最好听的 跟第二首最好听的 跟第三首最好听的 比例差很多 因为呢 当前面的人觉得 这首歌很好听的时候 大家都会 觉得说 那应该是很好听 不然前面的人会这么觉得 所以因为他们互相影响嘛 所以这十个人 他们选出来的歌 发现 这十组的人 这个 他们的第一名 都不一样 他在这一组 他可能在这一组呢 是第一名 在这一组可能是第十名 发现是什么呢 这样子的实验做出来 得到的结论是 原来 那个累积优势理论 可以变成第一名的 并不是因为他的品质比较好 而是看第一个人是怎么选的 第一个人选的觉得 这个歌很好听 后面的人就会跟进 说这首歌真的是不错 可是呢 在其他组的人 他可能没有这样子 可能第一个人选的 不一定是这一首嘛 他可能选的是别的首 所以他们常会有落差这么大 所以累积优势理论里面 讲到的部分是 你要先找好卡位 位置是很重要的 用在我们个人身上也是 就是呢 你要做市场区隔 你要走一条 属于自己 比较下层的路 而且又没有人跟你竞争 那你当你拿到那个优势之后 那你就比较不容易被人家打扮 那只是呢 因为我们现在在的环境呢 是黑天鹅的消遇里面讲的 极端的世界 所以即使你是龙头 也不一定可以 一直保有龙头的那个能力 或是保有龙头的这个位置 因为你如果不注意 可能就会有其他的厂商 或是其他的品牌会变过你 所以在这个极端的世界当中 这个累积优势理论 可以让你占有一席之地 可是不代表说 你就可以无后顾之优 这是第一个呢 在讲市场与经济的行为 第二个呢